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也是给YouTube知道他的演算法是不正确的一个行为 谢谢大家 那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压轴讲题 最后一个讲题就是变天风云 拉拢国阵议员辞职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是不是政府要倒台了 首先我要纠正很多人的看法 这个说国盟要拉拢巫统的议员辞职 然后要补选 其实不是现在发生的 在巴沙之前就已经有了 已经收到这个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有很多读友也有问我 其实这个消息是传的很广的 也是一样在网媒有传 所以很多读友问我 我当时的回复都说这是无稽之谈 我现在的看法还是一样 底下我会讲理由 理由我还没有进去 但是首先第一点要跟大家讲 这不是一个新闻不是新的新闻 这个是一个旧闻在巴沙之前就已经在传了 有收到这个消息或者是我有跟大家提起过的 在WhatsApp我忘记我直播有没有提起过 我好像有在聊天的时候有讲过 我说这是无稽之谈 发一个5跟我Give me 5 所以这个不是新闻 只是在巴沙的时候 这个消息就沉寂下去 为什么 因为巴沙没有人去传谣言 马来同胞是很看重灾戒约的 你在灾戒约你要好好的遵守戒律 你要去Sembayang 你要每天祈祷5次 然后你要Bwasa 你要Solat这些 那你才可以为你的过错赎罪 所以Ramadan是一个很神圣的月份 所以在这个月份尽量不要做坏事 甚至不要发生关系 不要骂出口 不要讲骗话 所以在这一个月你会发现 很少政治谣言在传 很少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为什么这个巴沙之前的旧文 会在这两三天又重新发起来的原因 因为巴沙这个新闻就被压下去 马来同胞包括新闻媒体 他们都不敢乱传谣言 或者是不会去制作谣言 也不会去散播谣言 所以这个谣言就大幅度的减少 巴沙一完它越来越过 这个新闻又再次起来了 你看现在起来也是网络媒体 也是不是很有权威性的网络媒体来发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旧文来的 这一点我要分享给大家 我很surprise很多人会认为 为什么现在要拉拢议员来辞职 所以其实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分享给大家了 我记得我是有公开说的 我看到很多独有发误 证明应该是有公开说的 因为我WhatsApp不可能有跟这么多人说 我WhatsApp都是有问我的 有些独有会发新闻问我 洪律师你怎么看什么 我得空我就会回复 就算不得空我也会发一个这样子 我都会尽量的恢复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刚才已经说了 对我而言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分成两部分 第一很早就跟大家分析 包括在一月的时候 巫统在举行大会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巫统大会会促成联合政府倒台 因为会推翻Zahit啦 各种各样的原因 大家还记得吗 我当时就在直播讲 巫统大会也好 巫统当选也好 是不会动摇联合政府的执政 不会 大家可以看回我的直播 我没有删除任何一篇文章 没有删除任何一个直播 全部都有在 可以看回去 为什么 因为联合政府刚刚成立 Zahit已经做到副首相 巫统只有26个国会议员 拿到6个部长 而且6个部长都是位高权重的部长 有三个半是五大部长之一 之前有分析过 你有什么好反的 而且政府刚刚组成 还没有政绩也还没有做错 你要去推翻它 你不是形同打脸阿公 你要为马来西亚添乱 所以不可能会发生 在不同大会或者是党选的时候 让政府倒台 所以凯里还没有被开除的时候 他也是公开讲 就算我赢了主席 我也会跟联合政府执政 我会支持联合政府 那真正联合政府面对的挑战 其实是在六周周选 这个是我去年12月1月的时候就已经讲 然后一直都有在讲的东西 因为如果在六周周选 西蒙惨败或者是巫统惨败 证明他们的合作是对两方都没有利的 巫统拿不回马来票 西蒙会流失自己的选票 那你这个结盟是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 你越继续下去 你丢失的支持就会越多 这个其实是2020年 喜来登政变发生的原因 大家回想一下 为什么土团会要离开 当然阿兹敏是因为跟安华闹翻 不得不离开 从他的角度来看 我是不同意阿兹敏退出公正党 是自寻死路的 之前就讲解过了 朱莱达也是一样 但是为什么布萨杜他们会 跟阿兹敏他们结合起来 因为布萨杜一直输 你看西蒙一开始连赢六场补选 然后接下来的补选输到完 而且本来是堡垒区的 本来大胜的区都输回去 而且输很多选票 马来选票大幅度流众 所以布萨杜他们是 拿马来选票的政党 纯靠马来选票 他们打的选区都是 70% 80% 90%马来人的 对于他们而言 在这个联盟下去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们才会跟阿兹敏合作 拉倒西蒙的政府 当然当时老马是不同意的 老马在被开除出去的 都一直讲 我们跟巫统合作是死路一条 我们应该跟西蒙合作 所以现在情况也是一样 如果六周周选 证明了 巫统去跟西蒙合作 会流失更多选票 巫统的成绩更差 那巫统内部肯定会乱 Zahid已经找不到 戴罪羔羊了 他之前可以推给 那是沙比里 那是沙比里不要提早选举 我们3月5月 Johor大胜的时候 就叫他解散 他不要解散 他脱 然后他做首相 只会睡觉 只会穿partic 一座 fashion show 所以他没有政绩 他是首相领军大选 是他害的 所以他可以赖 但现在Zahid是巫统主席 党选洗礼 虽然这党选是有问题的党选 但是有问题的党选 他还是一个合法的党选 因为政府已经豁免他 给他合法的地位了 他经过党选的洗礼 然后他又是副首相 你还可以赖谁 你没有人可以赖了 所以沙西如果巫统大败 他的那一套讲法 是没有人再会信了 那巫统一定会乱 那巫统乱 他们一定会寻求出入 然后当然要变天 我这边特别强调 要变天单靠巫统是不行的 这个我很早就已经讲过了 重点在东马 东马才是联合政府的基石 不是巫统 但很可惜很多人看错了 很多人都认为巫统是基石 并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东马才是基石 杀巴杀老月 所以西蒙应该浪力东马 赶快去做这个修宪 确保东马的独立自主性 这些都是一直应该做的 但是之前也分析过 早在慕尤丁的时代 说要给东马三分之一的洗位 我就讲是讲讲罢了 包括安华讲要给东马三分之一洗位 你看到现在也是只闻楼梯想不闻 不见人下来 为什么 因为在马来政治人物 尤其是马来政治人物 华人也是一样 所有的西马人 其实都有一个看法 就是大西马主义 认为西马人比较优越 西马是大城市 政治中心 经济中心 教育中心 都在西马 所以必然要有西马来领导东马 所以会比较看低东马 这个是存在的 而马来同胞 他们这种东马情意解会更深 因为在东马 穆斯林的地位并没有像西马这么高 所以他们担心 如果让东马的穆斯林领袖 就算他是穆斯林领袖 比如沙比伊 或者是比如阿班纠 来做首相 我们西马的伊斯兰教前途 可能会被典当 所以他们也会担心 所以东马 不管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 西马人都不愿意给东马太多权利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东马人这么生气 我分析过很多次 因为他们一直被剥削 然后还被这样子看低 还被这样子差别对待 所以东马 有东马的独有 像莱乐大哥 像Aden大哥 同意我说的发个五 西马人不同意的 可以发个一 一跟五 我们看谁比较多 不管同不同意 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的分析 我的看法会有理据 会有分析来支撑 所以你看 慕尤丁的时候 说要给三分一 我早早就讲讲爽的 他一讲我就讲讲爽的 但是很多人认为一定会给 因为慕尤丁是靠东马来执政的 结果有给吗 提都没有提 像安华联合政府到现在 也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甚至还要东马那边 在上个礼拜特别提起这件事情 原因就在这里 大家要知道背后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事情不能看表面 要知道背后的原因 所以 主要的基石在东马 联合政府现在也没有做到 很讨好东马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东马的沙巴 其实并不是身心支持安华的 他最主要是GPS转向了 GRS才跟着转 GRS跟国盟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哈吉吉在被帮莫达要推翻的时候 哈吉吉还高调的去迎接 这个Hamsa Zaynudin 国会反对党领袖 国盟可以说是第三号人物 第一号是慕尤丁 第二号是哈迪阿王 第三号就是Hamsa Zaynudin 还很高调 他的规格 甚至他接待Hamsa Zaynudin的规格 甚至不下于接待安华 而且他先见了Hamsa Zaynudin 才去见安华 所以 藕断失联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他们曾经加入过土团党 虽然现在为了利益 为了权力退出 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 都是只看利益会看权力 但是正因为他们只看利益 只看权力 所以他随时都会倒回去 只要你给他更大的权力 所以 国盟要变天 缺少不了东马的力量 当然也要巫统 因为东马不可能完全倒 巫统也不可能完全倒 所以两边都要争取 而我跟大家讲 我之前也有分享过给大家 其实 国盟一直在积极拉拢沙扰岳 因为沙巴他们比较容易下手 GIS跟他就有联系了 可是GPS现在看起来是很支持安华的 所以他们最主要是从沙扰岳那边下手 甚至有谣传 我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前 波萨之前 我还记得 在直播有讲解过 有收到消息 国盟会让首相给GPS 给PPP就是土豪党 然后谣传 大一妈摩太上皇 沙扰岳的太上皇太一 有人称呼他白毛 但是我不喜欢用这种名字来 用这种代号来称呼 直接说嘛 你要骂他就直接指名道姓的骂 为什么要这样子 大一妈摩已经同意了 但这个是谣言了 我当时也有分析给大家 就算他同意也要看六周周选的成绩 如果六周周选是稳定的 那沙扰岳是没有理由可以撤出的 这个也是我之前分析过 所以其实国盟一直都没有放弃 大家要知道 国盟一直都没有放弃 而他们一直都有在拉拢东马 跟拉拢巫统 但是大家都在观望 不管是东马也好 不管是巫统也好 他们即便有离心 像凯利 他现在还在纠结到底要怎么样 因为凯利他什么身份都没有 现在他不是国会议员 也不是州议员 也不是上议员 他只能做个DJ 所以他没有身份 他就没有资源 就没有地盘 所以他很积极想要一个地盘 所以他可能要去走中策 现在要加入国盟 或者是用国盟的旗帜来竞选 这很可能会发生 可是像Hishamuddin他是不急的 我还是国会议员 我急什么 所以这个是Hishamuddin最让人失望的地方 他不急他就不做事情 其实现在是改革巫统最好的机会 但是从来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去改革巫统 还是要巫统 是过往那个巫统 不要说什么改良巫统 你连改革都做不到 你还要改良 这个是吃人说梦的事情 这也是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巫统好 其实马来西亚才会好 这个是我一直所重申的事情 但是很可惜 在巫统现在最能够被改革的时刻 却没有人要让他改革 甚至运用公权力 用政府的权力来保护他 不让他改革 让他妄法 不根据法律 不根据党章 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这是第二点 我要分析给大家 第三点就是重点 我说拉拢国政议员辞职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 因为第一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事情 你要变天 比如穆尤丁要做首相 为什么要叫国政议员辞职 你叫国政议员 表态支持你就可以了 签ST给你就可以了 有人讲现在有反跳槽法 反跳槽法并没有说 我跟党裔不同 党要支持安华 我支持穆尤丁 我就属于跳槽 没有 只有万主乃滴 这个我们之前讲 反跳槽法 已经讲过很多次 万主乃滴 以个人的立场来讲解法律 他讲解法律 是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 你不是法官 所以这种行为 会不会被判定为 违反反跳槽法 还没有定案 而且就算他违反反跳槽法 他最终的结果 其实跟辞职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 因为你违反反跳槽法 那你也是一席悬空 其实跟辞职是一样的 他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席位都会悬空 要进行补选 所以为什么你不要 直接用第一个方法 更好 可能你还可以保住 议员的席位 你不用迎接补选 你补选一定能赢吗 你这样子做 会不会有愤怒票出来 会不会人家觉得你是青蛙 反而投给联合政府一方 所以变数这么多 你还要去这样子做 有更好的方案 你不选 这根本就是不合逻辑的事情 这个是第一点 根本不需要这样子绕一个大圈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 现在在反跳槽法 其实是一个模糊地带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议员辞职 我自己辞职 你五年是不能竞选的 对不对 这个是马哈迪时代修改法律的 因为沙里尔 大家还记得吗 新山巫统著名的人物 他以前退党 退出巫统 他讲 我用巫统旗帜中选的 新山国会议员 我不稀罕 我用独立人士上阵 当时四六精神党还没有成立 结果他上阵 大赢 大赢好像一两万票 所以马哈迪觉得这种情况不行 所以他就修改法律 修改宪法 把辞职的议员有一定的年限 我没记错是五年 不可以重新竞选 所以如果 比如我讲 他要支持慕尤丁 其实最好的方法 是我刚才第一点讲的 直接签SD 直接表态就可以了 就算议长 或者是选委会 觉得你是违反反强交流 选控你的席位 那你到时才选控 为什么你要先自己选控 有国会议员不要当 有兴趣不要拿 有津贴不要拿 有这么蠢的事情 你看台里 挤破头都想要当议员 当议员是多么好的事情 这个是不符合逻辑 自己丢失 而第二点 刚才所讲到的 你辞职了 夏季桑木定 如果他辞职 他五年不能竞选 你不是等于叫他退休 但是你违反反跳槽法 被悬空国会议员 是不是等同于辞职 有没有受限于 这个五年不能竞选的限制 现在也是灰色地带 因为反跳槽法 才一年的时间 没有任何跳槽行为 也没有人被悬空 像沙巴这样子 明目张胆 违反反跳槽法的行为 都没有被对付 我们之前有讲解过 这个是很明显 违反反跳槽法的 国会议员 他们这样子退党 因为反跳槽法 讲得很明白 不是看你上证什么旗帜 是你上证的时候 有政党 然后你中选了之后 你退出这个政党 不管你用什么旗帜 你就违反反跳槽法 所以沙巴哈基基他们 退出土团 其实是明显违反反跳槽法的 可是他们却没有受到对付 这是很可悲的 不应该对错法律 不应该根据立场来决定 你支持我 你犯法也没有错 这是不对的 就像巫统 就像哈基基他们 所以这一点 我再重申一次 是不应当的事情 所以因为反跳槽法还行 所以你到底被悬空的席位 是不是等于辞职 你有没有五年的限制 不能参选 这点也是没有人知道的 你要等到发生了之后 由法庭来宣判 或者是由选委会来做出决定 你才会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你看对比一下 你被悬空席位 是不是比直接辞职更好 希小木丁有机会 有可能可以用回 在上证回这个席位 用国盟的旗帜 这样子不是更好吗 希小木丁上基本上是包赢的 在他那个区域 如果他不能上 派其他人来上 你说国盟有必胜的把握吗 不一定 柔佛是巫统的强区 巫统现在大败 他还在柔佛赢下很多的席位 所以你从这两点 你就可以知道 叫议员辞职是很不合逻辑的事情 是很不合逻辑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了 所以综合刚才我说的三点 包括多此一举 包括现在是大家都还在观望 六周周选之前不太可能会发生这些 让政权动荡的大事情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 这个是旧文 大家可以安心 短时间政府不会动荡 最终还是要看六周周选的情况 Adam大哥讲的很对 纯粹就是试水温 所以我之前有讲解过 谣言会出现 其实见机于两个情况 一个是散播谣言的人的角度来看 是撤水温 另一个是谣言的主角 他自己放出来的 他的目的是 不要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也是测水温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 来展现出这种测水温的意愿 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这样子讲大家就会明白了 至于Hishamuddin 凯里他们到底要怎样才是最好的路 这点我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我有好像上册中册下册 我忘记三个册还是四个册了 大家可以看回去 我的看法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吧 两个小时零六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